全民風車霸 歡迎收看全民風車霸 大家好 我是逸程 今天我們要試駕的車款很重要 我相信很多人期待它很久了 其實在2015年年底車展的時候 這台車還是一台概念車 但是那個時候就吸引相當多人的注目 直到今年它正式推出之後 討論度還是居高不下 我相信這會是在2017年 我也把它列為是一台非常指標性 很重要的車款 那就是Toyota的CH-R 目前在台灣販售的Toyota CH-R 總共分為三個款式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這邊的規配表 但是我們今天試駕的車款 是裡面比較特別的 是速輪驅動的款式 它的售價是107.9萬 那麼目前它是採用引進的方式 就是進口的 它的生產的地方是土耳其 也就是歐洲非常重要的一個 Toyota的生產的產地 那這個2000台呢 我必須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真的要趕快去看 因為我剛剛問了一下 2000台的配合 現在大概剩下500台左右 我相信再過不久 它很快就會賣光光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外觀造型設計 這個部分也是相當吸引人 也是很多人很喜歡它 第一眼就被它吸引住的地方 例如它的車頭 基本上保持跟它在概念車的時候 造型是差不多的 那它當然有一些家族的特色 例如說這個廠灰左右 這個黑色鋼琴烤漆 延伸出來飛翼式的造型 現在很多的Toyota車款 都會跟頭燈做相連 形成一個Toyota家族的特色 叫Kinlook 那包含了下方 整個保險桿用上了一個T型 非常大的一個進氣壩的設計 所以整體來說 即使看起來很前衛 很概念車 但是其實它還是結合家族的特色在裡面 但是很多地方設計 都讓人覺得非常的誇張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 這個也是它吸引人的部分 例如說它的頭燈 它頭燈的造型 一路的向左向又延伸到後面 你看它最後收尾的地方 甚至已經來到了葉子板中間的部分 像這樣的設計是很少見的 這樣的擺放的方式 也是很誇張的一個呈現的手法 那今天我們試駕的最頂級的款式上面 它的頭燈 燈組的系列 全部都是LED的 包含了百病的大燈 還有LED的日行燈 序列式的LED方向燈 包含保險桿左右兩側的霧燈 全部都是LED的 那如果你買的是比較入門的 或者是中階款式 它維持的就是傳統燈泡的設計 那包含了下方 保險桿下方 用上了大面積的黑色防刮的材質 所以整體看起來你會覺得 哇 誇張 而且運動 甚至你也會覺得 它給你是一種沉穩的氣息 你看它的層次是非常的分明 那包含也有一些設計的特色呢 在後面有主題性 我一個一個來告訴大家 那在這邊呢 我想要先提醒各位一件事情 就是當你去看車 當你去選購車的時候 千萬不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去壓它的板筋 去壓它的一些板件 你看喔 例如說 以它的引擎蓋來說 我手輕輕的一壓 它就會凹下去了 那這邊保險桿也是 這個更軟 有些人看車 你可能大家都常常聽過 人家就會說 啊 這個板筋很薄 這個板筋不安全 這是一台紙弧的車 其實看車這樣的話 真的是完全錯誤的一個概念 我們要看的是一台車的 鋼骨結構 那為什麼它的設計會這麼柔軟呢 其實它是針對行人 做了一個友善的設計 現在在很多先進的國家呢 其實慢慢的 從車內乘客的安全 注重到行人 針對行人的這種設計 例如說這個是腿部 針對行人碰撞的時候 腿部的友善設計 那引擎蓋為什麼做那麼軟 是因為它是針對行人 被衝撞時候 頭部的緩衝設計 所以你千萬不要去 按按板筋 就說這一台車 來決定它的安全性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一個觀念 在這邊呢 也提供給大家參考 車側的部分 是它在整體造型上面 我覺得也很有趣的部分 從這邊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設計的主題在 那就是鑽石零格 例如說 它這個很特殊的線條 跟車頂結合在一起之後 這邊線條往下 這邊往上變成一個 鑽石型的結構主題 那包含了內裝啊 以及外觀造型設計上面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等一下進去裡面 看內裝的時候 我再一個一個提點給大家 我覺得它主題性 是很強烈的 那在整體的 整個設計元素上面呢 很特殊 而且呢 它的車頂的線條 在收速的同時 它也利用一個 前低後高的腰線 向上拉 所以整體來說 整台車的運動感受會很強 但是呢 它下面又用得很誇張 很少見 用這樣大面積 而且粗壯的黑色防刮材質 來收束它整個車體 所以你會覺得 哇 它的元素很多 很緊湊 但不至於把你壓得喘不過氣來 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它控制很巧妙的地方 那再來 就是當你在選購的時候 有一個選配你要注意 就是它的雙色的車頂 這個它列為選配 它是要加價一萬塊的 如果沒有選的話 它就是跟車身同色 如果你選了 它就可以營造出一個 類似懸浮式的車頂 整體來說 不管是個性啊 或者是整體的運動感 都會比較強烈 而且呢 它在車門靶的部分 尤其是後門 也做了一個很特殊的擺放 它的位置是在這邊 目的呢 很簡單 就是要讓整台車看起來 有一個類雙門跑格 如果它擺放在傳統的位置 你就不會有這麼強烈的感覺 那這樣的設計呢 基本上在以前 我們試駕過的Juke啊 或者是HRV 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這一點也要特別注意 它擺放的方式是直的 所以它其實有一點高 那如果是小朋友要來開的話 基本上 我覺得恐怕會有一點困難 這個部分也會比較吃力 整體來說 車側的造型設計是很成功的 包含它的車尾 我覺得也很多 可以探討的部分 但是唯獨一點 這樣車側看起來 大家有沒有發現什麼 比較不搭的地方 沒有錯 就是它的鋁圈 我覺得它的鋁圈 如果可以搭一個 比較有個性 或者是雙色切削 比較運動化的鋁圈 是比較搭配它這種 比較獨特的設計 才能顯現出 整體的搭配感 這個部分 是我覺得很可惜的地方 輪胎尺寸規格是 215 60 R17 車尾的部分 其實它的元素 也是相當多的喔 我覺得 基本上它的造型呢 這幾年Toyota都蠻讓我驚豔的 它們在整個設計的比調上面 是越來越大膽的 不過我覺得 這個Toyota集團 它很多地方是蠻類似的 例如說 像這個角度看上去 我就會覺得 它跟Lexus的 某些新出的休旅車款 是蠻類似的喔 那在整個運動感的呈現上面 這幾年真的是變化太大了 它上面配了一個 非常大的尾翼 這個部分 它視覺感受就很好 下面呢 再配了一個 類似這種雙門休旅車 會有的這種小壓尾 而且它的整個尾燈組上面 造型也是相當的可怕 相當的突出喔 在整個車側 車尾 你不管怎麼看 你就可以完完全全 感受到它的肌肉感 我想這個部分喔 不管你怎麼看 你就知道 這是一台 強調 個人鮮明特性的車款 所以你說 什麼空間啊 你想勢必 它把後擋風玻璃 壓成這個角度 對它的空間影響 勢必是很大的 那再來往下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 它用了一個一樣 大面積的黑色防刮材質 跟左右邊啊 甚至車頭 都做了一個 一致性的設計 我想這樣的設計 真的是 滿驚人的 後面喔 從上面 勾到這個尾燈 再下來 就變成一個 鑽石型的結構 也就是我剛剛在 側面的時候 一直在講的 這台車的主題 鑽石 尾燈組的部分啊 因為我們今天試駕的是 最頂級的尊爵款式 所以它的裡面 通通用的都是LED燈 這個在夜晚的辨識度 也是相當高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行李箱空間 開啟的方式是 電磁閥開啟 打開之後我們會發現 我剛剛一直在講的 主題 主題 靈隔的主題 鑽石的主題 在這邊 你就做了一點 主題的點綴 也是為了要呼應它的 大主題 包含車室也有 那整個開口的高度呢 我覺得是比較高的 那再來就是 它的行李箱空間 我剛剛說的 這是一台強調 個性化的車款 所以它的行李箱空間 基本上被這個 後擋風玻璃 其實也是影響了不少 只有289公升 而且呢 這個帳板打開之後 你會發現 它使用的是備胎 工具組 而且它真的 占掉了不少的空間 如果它可以取消 這樣的設定 改用打氣機啊 補胎劑 我相信 它的行李箱容積 可以很輕易地突破300公升 我想這個部分 是比較可惜的啊 那在椅背 椅背的部分支援了 64分離椅背傾倒 但是從後行李箱呢 沒有辦法做操控 你一樣要到後座 打開車門 來做手動的傾倒 不過傾倒之後 整體來說 空間非常的平整 就來到了1083公升 就來到了1083公升 CH-R的內裝喔 我會說它也充滿 自己的個性與調性 當然在不同的車型 它上面呢 它的配備是不太一樣的 我覺得 它的差異 一點點也不會太大 例如說PUSH-START 在中高級以上的車款 它就是標準配備 那在初階的車款上面呢 它搭的是布的座椅 中高級以上 就是現在各位看到的 提格座椅 那我前面有講到 主題主題 鑽石型啊 林格文 在車內很多地方 它都用了這樣的主題 來做一個呈現 例如說 它除了用黑色的頂篷之外 上面 這邊也用了林格文 還滿有個性的 這邊是林格文 那你會問這有什麼意義 其實沒有意義 它就是一個 打造鮮明個性的 一個過程 還有例如說 車內的按鍵 像這個啊 雙區的恆溫空調 周圍的按鍵 林格文的 還有 方向盤上面的快捷鍵 這邊也是林格文的 還有呢 門板上面 這邊 這也是林格文的 設置 你把門打開的時候 你看它旁邊 這個揚聲器 外面的這個外罩 它也是林格文的 還有呢 剛我提到的皮椅 上面的花紋 透氣的這個紋路 它也是採用林格文 甚至喔 它小到什麼地方 小到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儀表板 周圍的這個指針 這個數字旁邊 它也是林格文的 所以這個部分都是小地方 小地方一起營造起來 打造出一台個性很鮮明 車款的過程 我覺得這個部分喔 設計師很清楚 他自己在做的是什麼樣的事情 那在中高級以上的車款呢 它還有這種雙色的配色 黑色配上這種皮革 棕色皮革的包覆 配上軟質的塑膠 哇這個質感不錯 然後一些類金屬飾板 黑色鋼琴烤漆飾板 加上黑色的頂篷 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個內裝的運動感受 也被營造得很好 那整體來說呢 整個中控台 是以駕駛人為導向 讓你在開車的過程當中喔 使用起來 例如說一些空調的調整 或者是這個音樂電話的調整 讓你使用起來 都更得心應手 包含了這邊有一些置杯架等等 原廠把它取名這個叫MeZone 就代表是你自己的 獨立的使用空間 的確這個角度 在閱讀上面 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現在坐到的這張椅子 它的包覆性表現還不錯 那整個軟硬度適中 它也沒有過度的強調運動化 那在中高級車款以上呢 它還支援了電動腰靠 還有電熱座椅 前方三元式的方向盤上面 用了皮革包覆 還有一些鋼琴烤漆飾板 上面有很多的快捷鍵 右手邊 可以操控前方的旅程電腦 左手邊 操控多媒體的音量大小聲 模式電話的接聽等等 後面沒有換檔撥片 只有一個定速系統 前方雙元式的儀錶板 上面呢 用了零格來做一個主題 中間有一個大概4.2吋的旅程電腦 上面顯示著像是 平均油耗啊 溫度啊 檔位 公里數 平均的這個時速 或者是一些警示的資訊 或者是細部的調整 駕駛模式的切換 像它提供的 Normal Eco Sport的檔位 都可以從這邊來做切換 或者是車輛的設定 不過比較可惜的喔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面的設定 你會發現它裡面是沒有中文的 所以整個在操控起來 對大家來講最熟悉的 就是英文 那我想這個部分喔 對在地的客製化啊 是顯得比較薄弱 這一點真的是蠻可惜的 那中文台上方有一個七吋的螢幕 那這個螢幕喔 之前我們在試駕不同 Toyota車款的時候 有看過 那它支援的像收音機啊 或者是藍牙音樂 電話 一些細部的設定等等 它是使用觸控的 而且整個速度來說的話 都還算蠻快的 下方雙區的恆溫空調 而且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小小的字喔 它寫Nanoi 代表它有一個 空氣清淨的功能 再往下看 這邊提供的是置物空間 還有製杯架 而且整體的中央安座的造型 我覺得是前衛的 上面還用了黑色鋼琴烤漆 排檔頭的造型呢 也一改以往 Toyota車系的這種造型 我覺得它這樣的搭配 皮革啊 金屬搭配起來 不只收乾好 看上去呢 也是挺好看的 那這邊 這個製杯架 它同時做的夾層 這個是可以拿起來的 如果你是長條形的 像是保溫杯的話 就可以繼續往下放 這個部分是蠻貼心的 這邊中央扶手 它上面是用皮革包袱 它可以打開 裡面提供的 十字物空間 蠻方正的 還有一組 十二伏特電源 CHR後座的部分 首先你就會遇上的 就是它的門 它的門真的很短 大概是我試過的車裡面 目前最短的一個車門 這個部分也是它 獨特性很強烈的地方 好 很多人在意的 就是這台車 它的空間表現 以我180公分的身高來說 前座我已經調整成 我的標準座姿 目前西部空間 大概一個拳頭 頭部空間 大概也是一個拳頭左右 其實空間表現 並不會顯得特別的狹小 其實沒有這樣的現象 但是在整個視覺的壓迫感上面 是很強烈的 第一個 它用上的是黑色的頂棚 在黑色的頂棚 跟比較亮色系的頂棚的 這種空間感上面 基本上就會不一樣 再來就是它的線條 因為它線條的關係 以及門板造型的設計 所以基本上 後面的窗子 被壓得非常的小 再加上中高階以上的車型 它的車窗是這種 深色的隔熱玻璃 所以你會覺得 後面的採光不太好 旁邊視野的表現也不太好 所以會讓你覺得 哇 這台車好像很小的感覺 很壓迫的感覺 但是它這樣做的情況之下 在整個外觀 就可以建立一個很鮮明的形象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就是有捨必有得 那麼後座 沒有冷氣出風口 沒有專輛扶手 那如果你要坐在中間的話 我覺得 坐起來還是挺舒適的 整個發泡面是很豐富的那種感覺 但是左右的車寬 如果後面要坐滿三人的話 我想是不太夠的 那麼後座的乘坐感受 跟前座比起來它的包覆性 表現就沒有那麼的強烈 而且整個坐姿 就顯得比較挺 比較直 但是發泡面還算滿豐富的 那麼中央 隆起是有的 因為它畢竟今天這台車型 是四輪驅動的車型 所以中央的隆起還是有的 那麼最後它後座 還提供了兩組 ISO-FIX 今天試駕的是TOYOTA的CH-R 它搭載的是一具1.2升直列四缸的 汽油渦輪增壓引擎 搭配的變速箱是CVT的五段式變速箱 OK 講到這邊 我知道有一些不管是觀眾朋友 或者是網友 或者是車友 我有發現 很多人對這台車的共同疑問就是 它搭的引擎是1.2T 搭配看起來這麼渾厚的車身 第一個問題出現了 它夠力嗎 好 再來 這樣的車架對上1.2升 有人聽到 臉都歪了 1.2升的引擎 在傳統的認知上面 我知道很多人是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想在了解一顆全新的引擎之前 你要先了解 它用上哪些技術 以及它的困難點是什麼 基本上這具引擎 它是全新的1.2 但是它用了Turbo Turbo這個引擎 以前最常遇到的一些問題 就是Turbo Leg 就是渦輪延遲 因為渦輪葉片是透過廢氣排放 來做一個推動 當你今天的廢氣不夠多 你轉速不夠高的時候 它是推不動那個渦輪葉片 就會產生Turbo Leg 甚至這四個鋼 有時候鋼體跟鋼體之間 相領的不同鋼 它在點火以及排放的順序上面 以及排量上面不太一樣 所以它甚至在整個氣流上面 會互相干擾 所以一樣會產生Turbo Leg這樣的效應 所以工程師第一件事情做的 就是讓氣鋼頭整合排氣氣管 讓它整個在排氣的道路上面 可以更快而且更順暢 好 再來另外Turbo 它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高熱 所以原廠又設計了另外一個 叫水冷式的中央冷卻器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去看這台車 你可以把它引擎蓋給打開來 你會發現引擎上面有一個 看起來很陌生的東西 那這樣的設計的確也是比較少的 現在各位看到銀色金屬的結構 就是我剛剛講的水冷式的中央冷卻器 它不但面積很大 很有效率的把熱帶走之外 它同時用上了水冷式的 所以它在冷卻效果上面是很卓越的 所以它可以有效的降低進氣的溫度 當溫度降低下來之後 整體的效率都可以表現得更好 那再來就是講到油耗的問題 當然要想辦法讓它整體的油耗 以及效率都可以再提高 第一個它用上的是缸內直噴的技術 利用電腦控制 而且在缸內燃油直接噴射燃燒 做一個非常精準的控制 讓它整體的燃燒效率 可以更好來達到節能的效果 那我想缸內直噴這樣的技術 在各大車廠當中都被廣泛的使用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用上了 Toyota自己家的技術 就叫VVTIW 就叫廣角的氣門可變正式控制系統 它透過非常廣域的氣門角度的改變 能讓它這具引擎達到不同的燃燒的效果 那它利用這個技術 可以讓這一具引擎 在我們常見的這個奧圖式循環當中 甚至可以切換到阿特金森式的循環 那奧圖式的引擎 現在大部分的車輛 它搭載的都是奧圖式循環 它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它的動力表現好 它燃燒的效率很好 所以被廣泛使用 那阿特金森的引擎呢 它的特性就是它的效率比較不好 但是它非常的節能 所以它常常跟Hybrid的車款擺在一起 用電動馬達來補足它這樣的特性 來達到一個非常節能的特性 但是它就透過VVTIW這個技術 讓這具引擎同時可以擁有 兩種不同的燃燒循環方式 不斷的做切換 來達到節能省油的效果 那以它這台車平均油耗來說的話 可以來到14.7公里每公升 這個是四輪驅動款式的 那如果你買到就是前輪驅動款式 就是低中階的款式 它的平均油耗呢 甚至可以來到每公升15公里 所以它的表現是不錯的喔 那再來就是其實它的車重挺重的 1500多公斤 所以它有這樣的燃油效率 其實是很厲害的 那再來就要講到它的動力喔 這一具1.2T的渦輪增壓引擎呢 最大馬力是116匹 最大扭力是18.9公斤米 好有些人可能沒有什麼概念 但沒有關係我可以告訴你 這一具引擎的輸出的效率 已經達到我們傳統觀念認知當中的 1.8升自然進氣 我舉個例子喔 例如現在在販售的三菱 Lancer E喔 它就是1.8自然進氣 它的扭力呢 來到了18.2 但是這一具CHR1.2T的 它的扭力有18.9 好 還有其他的重點 各位千萬不要忽略 就是它後面的扭力峰值 什麼時候會產生最大的扭力 我想這個部分是非常關鍵的 自然進氣跟渦輪增壓引擎 它的特性是完全不一樣 像這一具1.2T的引擎 它的最大扭力的涌線值呢 在1500轉的時候 就會開始一直持續到4000轉 等於說你踩一點點的油門 你的轉速剛剛提起來一點點的時候 你正在使用這台車的最大扭力 但是以一般的1.8的自然進氣 我剛剛舉的這個例子喔 18.2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但是它的涌線值要到4200多轉了 等於說你的油門要踩它的比較深 而且同時你要拉轉要時間 你在使用上面是完全不一樣 我想這個部分都是現在的人 應該要把自己的觀念更新一下 渦輪增壓引擎排量就會小 這個是全世界的趨勢 這個就是引擎downsize 然後呢節能減碳的這個風潮 那在整個實際的駕駛的過程當中 其實它的加速表現也不會讓你失望 你絕對不會有那種不夠用的那種感覺 我會說它這樣的扭力表現 但踩踏起來甚至讓人感覺 有快要到了2.03自然進氣的那種感受 那實際的加速表現 時速0到100公里只需要11.4秒啦 那我剛剛提到的像是 三菱的這個Lancer EO 它差不多也是落在11.67秒左右 所以它不但車重 但是呢它的加速 甚至都還比1.8的自然進氣 都還要來得快 所以現在看車真的能用排氣量對上它的車架 或者是用排氣量對上它的車型大小嗎 我想這個答案是否定的 那在整個駕駛的過程當中啊 你會覺得這整台車很輕盈 而且動力是非常足夠的 甚至呢你還可以透過切換不同的駕馭模式 來達到不同的駕馭感受 例如我現在 我現在用的是Normal 好 我現在已經調整到Sport模式 我們可以一起來體驗一下 1.2T的引擎開起來 大致上是什麼樣的感受 例如我現在踩一下油門 它還會有一定力道的推背感出現 這個部分我想是自然進氣 甚至有得到1.8 可能都沒有辦法給到你這樣的感受 這個就是渦輪增壓引擎 那在實際使用上面呢 我想絕對啊 這是未來的趨勢 而且我覺得開起來 在扭力的湧線上面 會提早非常多 也會比較符合大部分的人的用車習慣 但有些人可能又看到變速箱是CVT 它又退卻了 其實這個資訊還是要更新一下 以前的確這個技術 CVT無段式變速箱剛出的時候 的確是有過一陣子 大家稱它為玻璃變速箱 但是演變至今 CVT這個技術已經相當成熟了 而且甚至呢 它在換檔的效率上面 也比以前好上很多 它所模擬出來的檔位 其實也可以讓你很有感覺 比較可惜的是這台車 它是沒有換檔撥片的 但是呢 它排檔桿一樣可以排到左邊 來體驗一個手動換檔 你看速度是很快 它所模擬出來的速度 檔位都是很清楚的 這個部分我想不管是引擎 downsize或者是CVT無段式 變速箱的搭載 這些都值得大家把資訊 好好更新一下 但是CVT畢竟還是有它的特性在 它的特性就是它很平順 如果你不用模擬換檔的話 它是完全不用換檔 所以在駕馭的質感上面 它可以保持非常的綿密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當我比如說 現在我要加速的時候 它的動力的流失 但是勢必是比較多的 而且呢 整個引擎就會常常保持在 比較高轉速的這個狀態 這個是全天下所有的CVT變速箱 都是同樣的特性 但是我會覺得 你要看每個人 不同的用車的習慣 那你用車的時候呢 是在市區比較多 還是你是個熱血囊 我相信啊 CVT變速箱為什麼 這麼常被搭載在 現在的車款上面 因為它可以符合大部分的人的使用需求 主備道安全配備七具氣囊 第七具是西部氣囊 那其他像是ABS啊 煞車力道分配系統 煞車力道輔助系統 煞車優先系統 或者是斜坡起步的輔助系統 甚至胎壓偵測系統啊 或者是還有一種檔位誤入的動力限制系統 這些在CHR的全車系通通都被列為標準配備 即使你買入門都可以享有 一樣的安全配備 我想這樣的規劃啊 是非常值得令人開心的一件事情啊 那另外喔 講到安全的話 就非得要提到 它用的全新的底盤模組 叫TNGA 那這個底盤呢 基本上它用上了大量的980以上 甚至到了1500Mpart的高剛性鋼材打造而成 甚至它車輛的接點 很多焊接的點 它把它加多了 也就是說焊接的點跟點之間呢 距離縮短了 焊起來的點呢 變得比較多 它用這樣的方法呢 來提升整台車的車輛的剛性 那整台車呢 也因為這樣的設計的關係 在整體EUROR MCAP的碰撞測試上面 得到了最高五顆星的殊榮 那我想啊 這個部分喔 CHR因為是土耳其直接進口的 所以在EUROR MCAP碰撞測試的這個數據上面呢 就變得非常具有參考價值 所以我想啊 CHR在安全的表現上面是無庸置疑的 那這個TNGA這個底盤啊 其實它有幾個特性喔 第一個 它的底盤刻意把重心降得比較低 不管是它的車身的線條 它都盡量的把它調配的低一點 那甚至呢 它在引擎配裝的位置呢 也盡量找了一個離地比較近 重心比較低的地方來做一個安裝 讓這整台車呢 駕駛起來它可以享有一個低重心的底盤 再來 它把CHR左右兩邊的輪距加寬了 也就是說這整台車啊 你看它的輪拱外擴的比較誇張 而且呢 輪距也往外擴了 這都會增加它在行駛 在行徑當中的穩定性 最後一點 它用上了懸吊 前面是麥花城 後面是左右奪力的雙A倍 所以不管在整個行路的過程當中 或者是在坑洞的處理上面 你會充分的感受到 它在整個彈跳的處理 過彎的處理上面 手段是相當高明的 它維持著非常舒適的感受 你並不會覺得有碎症傳過來 讓你感受到不是 但是同時呢 它具有一定的運動性能 例如 我講啊 它的車重1500多公斤 照理說 它在彎道上面的負荷是很大的 但是它通過一個獨立的懸吊 前後分開來 而且同時呢 讓它整體的設定非常的強韌 你看 剛剛透過這個 比較高低落差的路面 這個部分 你就可以感受到 它整體的懸吊 Q彈性是非常夠的 那在彎道上面 也因為低重心的關係 也因為懸吊設定的關係 所以側傾 它不像傳統的SUV 這樣的明顯 這樣的車款 可以用這樣的速度來過彎 基本上 它底盤調教的功力 是要非常好 這個底盤 是非常好開 是非常厲害的一個底盤 之前在Prius的時候 其實 大家都對這個底盤模組呢 讚譽有加 這次有在CHR上面 再一次在用上的這個模組 證明了 再一次證明 這個模組 果然 它是有它非常厲害的地方 其實如果你不講 它是Toyota的話 你真的是沒有辦法想像 它是一台Toyota 因為跟 可能跟各位傳統的 這個Toyota的概念 真的是差太多了 其實Toyota如果要認真打造出 一台性能車的話 它是絕對可以辦得到的 這台車其實它隔音不錯 蠻靜密的 但是就因為CVT無段是變速箱 加上現在我在上坡 所以它比較長時間呢 轉速會比較高 但是老實講 現在上坡的路段 以CVT變速箱 1.2T的引擎來講的話 動力非常充足 這個部分 我覺得大家可以不用有疑慮 那麼在試駕最後 因為今天的車型是比較特別 就是裡面當中 其中一台 只有一型的 就是四輪驅動的款式 它當中還有一個 扭力分配控制系統 也就是當你在過彎的時候 或者是電腦偵測到 你哪一輪需要扭力的時候 它會自動把你的扭力分配成 50比50 或者是完全由前輪來帶動 這個部分 這個系統 就只有今天最頂級的 四輪驅動款式 它才是擁有的 好了 那最後試駕了一整天 雖然我很喜歡這整台車的 不管是動力的配置 或者是底盤的設定 整個在駕駛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是很迷人的一件事情 而且它的個性是非常鮮明的 但是並不代表它是完美的一台車 最後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發現了一些缺點 第一個 我覺得它的整個旅程電腦 全部都是英文的 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它在親切感上面 就比較少了一點 如果它可以有個中文的配置 我相信對大部分的人使用起來 它是會更順手的 那再來呢 就是它這個7吋的螢幕 我之前也有遇過 我忘記是哪一台車了 好像是86的樣子 既然做了一個觸控螢幕 做得蠻精美的 操控起來呢 也是蠻快速的 但是功能呢 就稍嫌少了一點 只有電話 或者是藍牙 接聽啊 或者是收音機等等 如果它的功能 可以因為觸控螢幕的加入 再豐富的話 我想這個部分是會更好 那再來就是 沒有換腦撲片 我覺得很可惜 畢竟這台車呢 它的操控感 真的是不錯 那再來就是它的 駕駛模式的操控啊 它不是獨立的一個按鈕 可以隨時切換 其實呢 它還要切進選單裡面 去做一個選擇 我想這個部分喔 在對駕駛人來說 是一件蠻危險的事情 當你今天在駕駛的時候 如果要分心去操控 切換不同的駕駛模式 藉由這個旅程電腦的話 我想是比較不就熟的 如果它可以獨立一個按鈕 獨立按壓來切換 Sport Eco No More的話 我想這個部分 真的是會順手很多 試駕一整天 最後不如讓我們來談談 CHR它的售價吧 有些人會反映 他覺得CHR它的定價 定得太高了 怡辰你會這麼覺得嗎 其實我會這樣講 每一台車在設計的時候 就會被賦予一個 不一樣的目的 有些車款它打造出來 是為了要普及化 讓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買得起 它是親切的設定 有些車款呢 就像今天的這台CHR 它為的是要講求一個獨特性 獨特的外觀 而且個性非常的鮮明 那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常常在做這種事情 例如說我們去買潮梯啊 我們去喝星巴克的 這些飲料啊等等 像在這種特殊的 追求自我的商品 在推出的時候 它的定價往往都會是比較高的 在追求自我的時候 其實是要付出代價的 再來呢 CHR它是一個進口的身分 當然它還要加上 關稅運費等等的問題 那至於你說 它的售價到底會不會過高 那我想這個部分 還是交由消費者 來做一個定奪啦 在市場上面 如果它的售價過高的話 我想它就會滯銷 那如果大家覺得合理 這個群眾的人覺得合理 它很快就會賣完了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CHR 它之後的銷量 這兩千台 究竟什麼時候玩售吧 我是怡神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來自言 我愛的 我是怒忍 這次 我愛的 我愛的